记者张义晨宜兰报道,一辆慢载木板的大货车,行经浇溪玉龙路时,疑似车速过快,过弯没减速,整台货车甩崩过弯,车上木板跟住往外飞散,差点砸路旁水果摊,整个过程被后方民众抬下放上网路,网友痛批货车驾驶网顾人命,性无人员受伤。 警方表示,货车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,可依法开罚3000至9000元罚款。 该辆货车在左上午11时20分左右,从交西域龙路要左转进入宜兰市大坡路,一次摊快闯红灯转弯,车斗跟住甩崩过弯,车上满载的灌江木板跟住四处飞散,部分木板还砸中一旁的水果摊, 贪犯几乎半,性无人员受伤,整个过程全被后方罗姓男子的行车记录器拍下,罗男将影片放上脸书社团爆料公社,引起网友议论,网友留言指不能只为了自己生活,就不顾他人死活,转弯不减速还加速,货物绑好很难吗? 又是一个闯快不顾他人死活,痛批驾驶网顾民众安全 警方表示,依照影片内容,货车驾驶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第二项,所指的货物渗漏,飞散货气味恶臭,可依法处三千至九千元罚还 再次货转弯